好 鄭英雄你來看一下 最近其實台股上到下 現在到1萬8以後 有人看2萬 沒有2萬1嘛 那瑞銀大概在2萬1千5百 就看最高的了 那台灣我覺得有上2萬的實力 但是它不會一波到頂 就是說它在1萬7、1萬8 我相信可能要盤整一段時間 就是說讓整個產業 對未來有更強的信心 這當中的比方說 現在半大體運氣很好 那下半年大家對那個重複下單 還充滿餘力嘛 這是一個 然後對貨櫃航運 大家知道第三季很好 所以這次跌位跌到快50% 我看把大家嚇出一身冷汗 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是第四季會不會更好 明年貨櫃航運景氣 會不會一路這樣摘下來 大家是很怕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對未來的景氣的融庫 其實現在看起來 大家有借心 所以我想有借心 停下腳步 看清楚後面那個 懸崖邊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蠻合理的 我們怎麼看台股在這裡的整理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們最近也是在外面跟很多不管是學界業界的人聊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非常有趣 就是說現在台灣的產業界跟這個投資界 對於第四季的看法其實是非常分歧的 怎麼講呢 如果我們從這個台灣的這個護國神山或這個護國產業這個半導體來看的話 現在大多數的半導體的這個供應商都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你不用擔心 半導體一路缺要缺到2023年 我每一個人都跟你這樣講 不是只有一家這麼講 是每一家都這麼講 好那問題是你去問那個投資界的人 大家都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不能這樣看 這個我們會有這個什麼 重複下單會有庫存的問題 像連博說的 連電明年業績率78% 我看他也是這樣用想像的 他就是說講這個庫存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在看 這應該這麼講 兩個都有可能 但是呢我的看法是說 好這個李淳來告訴我們 美國的在這次他商務部長 特別提到就在地緣政治當中 不能太依靠台灣 那台積電燃金廠像28奈米 現在才開始在擴廠 那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台積電有非常多的分散的動作 也包括到亞利桑那去設廠 現在到日本雄本 現在在談德國 那我想這個策略跟台積電過去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樣的一個半導體產業 在過去全球分工體制當中 台灣是很大的受益者 如果在這樣一個保護主義的情況下 未來的產業的發展的方向改變的時候 對台灣衝擊會有多大 這個你怎麼看 好我想對台灣的衝擊大概難以避免 我們這樣講好了 以台積電這家公司來說 他的這個投資的這個能量大概 譬如說有上限100分 100塊錢 那現在他現在被多利分 要去美國要去德國 其實之前就已經在說他一定會去歐洲 最近一直傳出來大概已經確定 日本大概也跑不掉 所以這個對台灣的投資力道 當然會受到影響 可是對這家公司的長遠經營來說 他的影響現在是不清楚 也許這些反而是正面的發展 我常常開玩笑我說 台積電現在在那個 特別是邏輯晶片的代工的這個 這個市場裡已經幾乎是這個 接近這個不要說獨佔 至少有寡佔的地位 那作為一個寡佔業者呢 其實產業經濟學都教我們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低頭服務所有客戶 不要被人家發現你有寡佔地位